10月1日有好多藝人都有在社交平台發文 祝賀中國成立70周年紀念 最令人意外的是 一向在內地被評為港獨歌手 長年遭受和諧的張敬軒都有份出post 雖然有不少歌迷都表示失望 但亦都有歌迷認為軒仔是被迫的 當中又有人認為他吃兩家茶禮 軒仔之後就出了限時動態 說那麼低即便也好 亦回覆了很多歌迷留言 對於有歌迷說要罷重看他演唱會 軒仔就 gefallen就說:「不要再看!」 做的那天無心情要做 有選擇他是被迫的網民就說 這是不是想籃�ov的行為 Anyway, 有些事ivascheck不出 另外軒仔就留言表示 他的腦已經寫起2014年的 演唱會長刊入面 翻查當年長刊 內文就寫道 人們的自由慢慢被束腐 社會文明漸漸被侵蝕 尊重硬看著就要被歧視取代 伸張的正義突然被抹黑 公義燒眼當然無存 我們口中發出的吶哭變為無聲 心中的那些禱告 狗狗得不到聆聽 軒仔又說 有些不足為外人道的難處 可能就要等到他退休出本書 才有機會說